他们家的汤真的浓到跟芝麻糊一样 但是仍然非常有自信的写道 明天继续等你 天下一品 俗称天乙天一 1971年创业的时候还只是一个路边摊 到现在已经发展成 拥有234家店铺的大型餐饮公司 连锁的拉面店排队成这样 在京都这种比较脆的地方 还真是不常见 这一次来注意到一些小细节 印象好了不少 比如儿童套餐送一个扭蛋壁 比如会问心提示 小朋友吃饭弄脏桌子地板了 交给店员处理就好了 Yuki也点的是 加了辣椒面的浓厚拉面 这辣椒面闻着就香辣香辣的 感觉烤肉时候塞的这个也能不错 我点的是浓厚拉面 他们家的浓汤是用鸡骨和十一种蔬菜熬出来的 面汤成糊状 但不是太油腻 能吃出来鸡骨特有的香味 可是意外的味道比较淡 咸淡的可以自己添加胡椒盐和辣面酱汁 喜欢吃辣的可以直接点Yuki的这个辣椒面的 辣味很正 感觉应该吃得很爽 我之前对他们家的印象其实不太好 一是因为好几年前吃过一次觉得非常一般 二是他们家在京都真的随处可见 可能多少说到些物以稀微贵心底的影响吧 见得多了就没太重视 这点跟很多人对一蓝的态度比较像 不过换个角度想 能把店做到这么大 一定有非常显著的优点 市场反应是比较客观的 而个人感受就比较主观了 这一次来感觉味道还真是不错 这么浓的汤还能说出明天继续等你 加上天下一品的店名 想开好店还真是需要这样一种自信